第十二集 精致的白明国 船又靠岸了 这一次是白明国 唐小山与多久公留在船上 唐敖帮着林之阳一起拿着货物下船售卖 林之阳抱着胭脂水粉和各种手势边走边说 平时要来这儿的时候总是有事 这次可有机会上来看看了 他们沿路往城镇走 只看见远远的山岭和整齐的桥麦田 田中种植的农夫因为离着较远 看不清面貌 只看到一身的白衣 继续往前走进了白明国的玉城 过了一座银桥就看见一排排房屋和宽敞的街道 街道上来往的人无老也无少 个个面若白玉 十分美丽 他们都穿戴白衣白帽 手中拿着扇子打扮得像仙人一样 唐敖不禁夸赞道 如此美貌 再配上衣着穿戴 好像仙人下凡一般 再看街道两边开的饭店 酒室 银局 香店 服饰等等 铃罗绸缎和珠宝玉石成堆 衣冠鞋袜袜沉绿无数 还有饭店里做的各种山珍海味和精致的糕点 所有吃的 喝的 用的都非常精致 林之阳趁着唐敖四处张望的时候 早就将带来的货物售卖了大半 他数着钱看了看唐敖怀里的货物 指着前面的大房子说 走 妹夫 剩下的东西 我们去前面的人家卖个好价钱 两人来到那所大房子前 正好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绝美的青年 林之阳向他说明了来意 既然有宝物 请进来吧 我家先生正想买些 三人正要往里走 唐敖突然看见大门上贴着学书二字 心中顿时一惊 此处竟是学堂 黑赤国的遭遇还令他后怕 在看这里的人个个像神仙一般 想必学问也不一般 他越想越心虚 跟着他们后面慢慢地走进厅堂 厅堂中坐着一位儒雅的先生 身边摆放着许多纸笔 厅堂的牌匾上写着学海文林 一看颇有读书大家的风范 唐敖本来就心虚 看到这样的阵仗更加感慨 这位先生超凡脱俗 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 他说着又看了看自己手中捧的珠宝 心里觉得自己俗气极了 就躲在林枝阳身后不肯上前 谁知那位先生不知怎么 一眼看到了他 来来来 那个书生走进来 唐敖吃了一惊 我躲在后面 也没有露出什么 这位先生怎么就知道我是个书生 看你的穿着打扮 一定是个读书人 你上前来 我来考考你 这么一听 唐敖立刻脑门冒汗 在黑石国 他以读书人自居 却被新娘子问得快要答不出来 如今到了这样风貌精致的国度 只怕这里的人学问更好 想到这里他连忙摇头 我只是早年读过书 不敢不敢 唐敖在这边谦虚 林枝阳可不服了 我妹夫可是考取了功名的 这话一说 教书先生立刻来了精神 可把唐敖吓得步步后退 他们在白民国还会遭遇什么呢 唐敖又该怎么应对 记得收看下集哦 点击订阅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